说老实的说 根据自己的能力 我一月给你存500块钱 整个五 你不止现在五都是250 你存六啊 你六也六这大分 那就六呗 你也别说六百 我也别说一千 你一个月你一个 存八个特钱 你看看 那就不可以 今天来乡亲的大妈 大爷真不一般啊 经过讨价还价 大妈要大爷每个月 给他另存800元 但大爷坚决不同意 这是乡亲现场吗 这不是买菜市场吗 大妈 你是儿子倒牛生意做习惯了 你也跟着上身附体了吧 这么一副谈生意的架势 难道要把自己论金买了吗 大爷 你这都同意从500元到600元了 还差这200元吗 就这样 两人因为200元 一段情缘就此错过 这200元真成了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啊 这老年相亲真奇葩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叫张大爷 68岁 丧傲 退休金2400元 有住房 红娘来到大爷家 大爷家虽小 但收拾的干净利落 因为平时大爷也只是白天的家 晚上在单位上班 我也不可假注 我就是这个 这个单位 打经 0506 我07年上哪儿开始干 08年 才是给这个水育 所以大爷每个月除了退休金2400元 还打工能赚到1400元 大爷最大的爱好就是看遗书 研究养生 就没事 就看这个 待着没啥事 就看看他 对自己有遗处 早上吃什么好 中午吃啥 早上吃饱 中午一定要吃好 晚上就要少吃 我煮点包米茶粥 我还愿意吃桥米条 还在桥米条 桥米条我听杨成说的 桥米条对人很好 大爷不但懂得如何吃吃 还能懂得如何吃药 人这般分啥呢 有阴性有阳性 你像男的肾虚 你像我们的男同志 肾虚 你像我这个年龄了 肾阳虚 肾阴虚呢 你就得吃这个陆位地方 像我肾阳虚呢 就吃贵妇地方 我是吃这个金桂肾 这个是养许吃的 你不能吃反方 你要吃反方了 请反对 反对还不 对你就是不算不吃 还能吃坏了 没看出大爷还是个养生专家 这老年人懂得养生好啊 更有利于自己养生啊 人老了 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 大爷如此喜欢研究养生 也是因为自己过世的老伴 吃得也好了 老年好了 就开始发胖 一百岂不失机 我背都背不动它 人绝对不能胖 他绝对不能吃肉皮 他非常怨气 我说这玩意 对他有一定的 这个赏 这后期也不干啥 孩子都结婚了 也不上班 天天怕看看书 也不活动 这就有这种病 那那那那现在说 我呢 这是理解 就是活动的 就好了 通过学习艺术材质 老伴因为吃得好 变肥胖 加上不活动 所以就得了脑穴栓 变得半身不随 自己只能全心照顾他 加上那时自己的父母还在 都是高龄了 他一个人要照顾三个 那可是受累了 哎呦我的妈呀 这孩子你可是不知道 这个滋味我是 那是真闹听 这一天你想想 你这脑海里就是心子长 你不送谁死谁死 但既然是自己的妻子 就是自己的人 最苦最累也是自己的责任啊 大爷是个有责任心的好男人 他在找老伴 也认为养自己的女人 是天经地义的 我的原则是 你有多少钱 你开多少工资 与我没关系 你嫁给我我养你 这玩意你看 你要娶人家 你就得养了你 咱这虽然说 这玩意 这个传统一点 古老一点 你还得走这个路 这好的 包破的咱们拿掉了 好的咱们是不是得继承 那人嫁给你 你不养了你 中国人不就是 男的养了你 大爷养自己的女人是应该的 你是真男人了 可你能养得起吗 你的腰包与你的想法能统一吗 想法很美好 现实可不那么容易啊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妈 是否合适她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 叫孙大妈 66岁 经济收入1470元 与儿子同住 红娘带着大妈来到大爷家 两人刚见面 大妈对大爷感觉很满意 还可以 挺好的 孙叔也是 长样也是 大爷对大妈也过得去 一百人 大爷带着大妈参观了自己的房子 大妈不在乎大爷的房子小 房大小都无所谓 说是俩爷和亲的 住个晚年就可以 接着聊到双方儿女的问题 大爷两个女儿都成家立业了 大妈一儿一女 大妈对自己的儿子特别满意 虽然只是倒牛的 但觉得儿子挣得多 爸妈特别强调自家经济条件好 大爷也主动说起了自家的收入 大妈觉得大爷的工资底 但加上打耕的钱还是不少 而且自家的工资也不多 何况钱多有钱多的花法 钱少也可以少花 大妈突然问大爷乡牙的问题 大爷都是猛的 香牙与香气有关吗 大爷虽掉牙了 但在里面不影响正常生活 所以没香 这让大妈放心了 大爷猛猛的 真搞不懂大妈 怎么这么在意香牙的问题 不过后面大妈解释了 原来是邻居香牙不刷牙 让他很难接受 大妈看着你那嫌弃的样子 真是忍不住报笑啊 你老定个人家的牙齿看什么 你看得也太仔细了 连人家香牙都能看出来 大爷也觉得大妈 对小事太在意 太叫真 这样的人会很固执 对这个鸡毛蒜皮这小事吧 这么较真 我反感 这玩意太 有点 太固执 后面经大爷一说 能像你说的普遍 谁都买的 那不能都买的 你看这个 香牙它天天得刷 不忍得受不了 有的懒得它不刷 大妈也觉得那是个别人的问题 也能接受大爷说的道理 大爷觉得大妈这样的人 也只是性子直 不是很叫真的人 比较直 比较坦诚 这个人还是比较说理 他也不是固执到一定程度 那他说出这个事 别人一说 他听得有道理 他也觉得随着你 也不是说 我就跟你见到 就较真 这大爷倒是个懂道理的人 看人也进行全面分析 是个理性大呀 接着大妈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的男同志 多一手 他都得有点好手 就意思 有鱼头 他要得多少 存一点 这么个话 大妈 你这是来乡亲的吗 你这是来提款的吗 每个月还要另外给你存笔钱 你倒是想的周到啊 为自家以后的是都想好了 大爷倒是认可每个月存钱 但不知道存多少 你就得那越算的 那越存的 越得存多少 你说吧 大妈也不好意思说 两个客气了半天 经过红娘的单独问 大爷愿意每个月 为他存500元 存的钱 这个话他应该存 但存多少 他不说 但他得说 那我说给你存200 才能干吗 可计说范围 那也就存500块钱 而大妈理想要1000元 你也得1000块钱 双方聊不下去了 红娘建议先吃东西 再来聊聊 一边吃饭一边聊 大爷说存500元 说老实的说 根据自己的能力 我愿意要给你存500块钱 大妈觉得是250 整个五 你不知现在五 都是250 大爷就加100元 存600元 那存6 没6 也没有那大分 那就6 这是相亲现场嘛 怎么跟菜市场买菜一样 讨价还价 大妈就是不表态 大妈想的是 大爷退休金2400元 再加打耕1400元 这一个月3800元 只得存600元太少了 而大爷觉得自己找老伴了 就不打耕了 因为找老伴是两个人一起生活 而自己如果再打耕 就只能睡在单位上 那岂不是各国各的 各睡各的 那还找个老伴干什么 经大爷这一解释 大妈也算接受了大爷的想法 如是大妈就表态说存800元 你也白说600 我也白说一千 你一个月 你一个存800块钱 你看看 那不可以 谁知大爷不同意 自己不打耕了 一个月才2400元 两个人要生活 如果存800元 那生活不够啊 所以两个人为了这200元 只能相亲失败 一段情缘就结束在200元上了 这真成了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啊 你们怎么看呢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